回到Focus带您来看看这部讲述人生跟希望的电影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神秘的老人家 他在一个晚上搜集了四个亲生的灵魂 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回心转意 所以他带他们去看他们离开人世之后 亲朋好友其实有多伤心多悲痛 让他们了解到自己其实放弃了多珍贵的人生 而这四个绝望的灵魂最后逐渐走出了阴霾 也看到人生中最美好的希望其实永远都存在 亲朋大雨的夜里几个人互不相识却逐一被带上车 神秘的老人家发动车辆准备迎接下一个特别来宾 这时不远处的警车上一名女警看起来心事重重 面对搭档不断询问为何今天坚持要值大夜班 他不多做解释 当搭档下车买咖啡谜底揭晓 他掏出枪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时神秘老人家出现直接开门上车 老人家不但知道他的名字 还对他企图轻声的举动一点都不惊讶 他邀请亚利安娜在搭档回来前上他的车 枪声划破黑夜的宁静 这是观众大概可以猜出老人的身份 他在这天夜里搜集走上绝路的灵魂 有年轻的体操运动员却瘫患坐在轮椅上 满脸忧郁的大叔是走不出心魔的心灵教练 还有刚经理上女之痛的警察 这就是室室的室室 是 我没有什么吃的 你不能吃的 你不可以吃的 你谁可以做的 你不担心 我做的 我对不起 我没有水 是 是 我们不可以洗我们 但你不用 做了泥水 没有 我们死 原来自己已经离开肉体 成为到处飘荡的灵魂 最让他们惊讶的是 还有一个年纪轻轻 就走上绝路的小男生 四个陌生的灵魂就这样聚在一起 神秘老人跟他们约好 将在七天内 说服他们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首先要他们重新审视 离开的原因 绝望的话 从一个小男孩口中说出来 让在场的大人都难以置信 原来他是网红大卫王 长期缺乏父母亲关爱 患有糖尿病的他 选择故意不打胰岛素 一口气吞下四十个甜甜圈 因为父母亲看不到他 无论男孩怎么生气大叫都没有用 就像他生前一样 多少次想获得爸妈的关注 最后都只换来失望 年轻女孩曾是代表国家出征 世界各地的体操运动员 但他永远都拿不到冠军 最后对自己失去信心 比赛中频频跌倒失误 老人家带他们去看电影 片名就叫做人 如果没有走上绝路 接下来的人生还会遇到谁 四个灵魂看着看着 从好奇到沮丧 因为这美丽的生活 他们永远无法亲自体会 接着让他们到葬礼现场 看亲朋好友对他们的爱和不舍 原来自己放弃了如此珍贵的人生 为何选择离开 值得继续活下去吗 当这个疑问逐渐转化成肯定剧 虽然人生不可能重来 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黑暗尽头总会有曙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